嗨大家好,我是童言 今天呢我就来到了市中心适合做民宿的那套房子 当时一出来的时候被秒掉了 我当时还没有来得及看 结果这套房子一进来看之后 和我之前卖的一千多万泰铢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 当时那套房子直接出到市场上 就已经几个中介在抢要租那套房子 租金的话是前几个月租的是五万五泰铢 这一套房子一出来 就是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已经被那些做民宿的二房东们盯上了 要出六万泰铢一个月去租掉它 因为这个位置是非常核心的位置 非常适合做民宿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子怎么样 我刚才坐在那个沙发上已经有点迷惑 我不是两个月前已经卖掉了一套吗 就出了一个孪生姐妹款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小区的话外面这条路是大路 大路直接进来拐进来 就是咱们今天这套房子 之前有一个业主订了之后 可能资金链有问题 然后就没有下来 所以这个房子当时一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被客户瞄了 我们当时都没有看到 因为这个同款式的 我当时卖过一两套 这边的话是可以做一个室外厨房的 一般他们泰式的厨房比较呛 所以他们在这边会做一个小厨房 这边会放一个那个抬球桌 所以这边的娱乐空间还是够的 里面的这是四房对不对 对这个四房的别墅 比如说上次我卖的那个是将近也是一千多 它的泳池系统啊 这些东西都是刚做的 这套房子呢是这样子的情况 现在呢已经有租客看中了这个房子 两三个租客 泰国的那种做民宿的公司 等着租这个同类型的 直接就收就行了 因为他们同类型的之前 在我们手上租过几套 所以他也是知道这个房子 大概能够卖到多少钱 一碗的 大概是八千多泰铢 一碗 这个房子呢 占地是两百四十平方 一共是四房四位 但它后面的话是可以放洗衣机 或者是在这边 这边已经放了洗衣机嘛 工人的话可以在这边用餐 一楼是两个三个房间 楼上是一个大的房间 我们先看一下房间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情况 现在的话租客是出到六万泰铢 我们可以谈到房东 是可以谈一两个月的过户时间 上一个客户 他买下来的时候 因为资金问题 他卡时间太久了 房东不想等 那里面的几个房间 几个套同类型的房子 里面的装修的风格都是一样 都是那种现代硬斯风 所以拍照出来的效果不错 每一个房间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有带独立的卫浴 你看他每个房间都有 就是为了做民宿 去回报率 去装修设计的房子 当时这一套房子是 以前做民宿的公司开发 去推导重建的 这个位置就在帕山的市中心 在我家旁边 因为我家当时买的时候 也是为了 就地段好一点嘛 在两个帕山嘛 就在两个市中心海滩 和中间海滩的中间 那这个位置去哪里都很方便 去二十一行阵楼 去那个什么上太百货 这些位置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而且就是在市中心地图上看 就整个帕山的中心的中心 所以这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是想有一定的回报率的 是立马有十个点的回报 你算一下六万泰铢乘以十二个月 这是常做的回报率 如果疫情好了 我们公司团队这边是有做民宿的团队 到时候是按天跟你结算 因为当时17年的时候 就楼上的一个大房间 当时17年的时候 像这样的民宿 四房市中心的是完全不可能有空房的 现在疫情期嘛 它现在是有空房的状态 那疫情好了以后 是回复到之前的那种状态 这样的房子是一天的价格 是在八千到一万的 就是两千 一千五到两千人民币一晚 就是住八个人以上 所以地上的话还可以打一些地铺 因为它的空间是够大的 是楼上的第四个房间 我们把这个房子就撞完了 但我还是可以跟你们讲一讲 这个房子的情况 好喘 上一次我卖掉的这个房子 也是一样的价钱 外面就是一个阳台 这边可以放个吊栏 一般做民宿的话 就放个吊栏 放个小茶几什么的 房子的话也是一千万泰铢 租给民宿的公司 是五万五泰铢一个月 那现在又过两个月了嘛 现在是大家可以出到 五万八到六万 是一个市场的价格 如果你想要在市中心 追求投资回报率 并且稳定的 十个点的收益的话 这样的小房子 是非常适合拿的 因为它不需要你操心 所有东西都配好了 里面所有东西 都直接可以去做民宿 你可能需要配的 可能就是一点吊栏 或者是一个抬球桌 也是非常成熟的东西 不需要你太操心 就可以直接开始运营了 回报点 年化的话是在十个点左右 这样的投资 你觉得怎么样了 欢迎给我留言了